县府日前办理南投区松博长青快乐人生 关怀退休公教人员联谊座谈会 共有来自南投、中辽以及民间区的退休公教人员 齐聚南投国中活动中心 南投县公教退休人员协会理事长吴光勋 感谢议会及县府的支持 让他们可以借由座谈彼此联谊 这个活动非常感谢议会 能够对南投县政府人事处的预算 全力的支持 当然也感谢南投县政府在林明珍县长 刘处长的支持下 我们办得非常的盛大 我们感谢议员伙伴 每一年都座谈会有健康讲座 有会晤报告 有联宇座谈的表演活动 所以节目很精彩 县府人事处长刘鹏琪表示 退休公教人员能够走出户外 与老同事聊天叙旧 也有意身体健康 做谈会主要的目的 是让我们这些前辈 每年都有一次的机会 出来大家老同事 大家见见面聊聊天 寒冷宣 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帮助 那我们在会中也有请这个中医的老师来教导大家做一些健身的活动 还有一些养生的尝试 那我们几半多年这个成效相当的不错 现议员来燕雪也到场与大家握手寒暄 他肯定退休公教人员过去对社会的贡献与付出是奠定社会祥和与安定的基础 我想人生两健保身体健康快乐要顾好最重要了 我们也看到很多退休人员退而不休 能够在做人力资源的一个整合 回馈社会服务社会 那这个平台也是一个付助服务的一个平台 同时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呢 过去都是我们尊敬的一个表率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付出 为国家为社会来打拼 值得我们效仿 我想有他们的一个付出 让我们奠定很好的一个未来 所以呢 这些长辈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经验都是一个传承 很乐见我们县政府能够重视这个区块 南投区松博长青快乐人生 关怀退休公教人员联谊座谈会 参与人员相当踊跃 场面热闹 县议员赖宴雪 及真正言道场与会 对退休公教人员对国家社会的奉献 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